皮诺县政府劳工处青年学院成立三年多来 陆续推动了创业养成、创业孵化与创业咨询 在添了许多参与学员创业新生后 今年更委托陈纳发展基金会设青年创业服务网 以个案管理模式来协助青年创业初期所遇到的多重问题 自4月事半以来也有不少创业青年前来咨询 那这个计划主要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创业资源媒合 我们有设一位专职的个案管理员来进行这些的配对 那另外呢也有个案管理员针对这个有需要创业协助的 包含他在创业中包含他在想要新创业 都透过这样子的咨询方式来进行创业的活动 传达研发基金会知识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胜达表示 目前来咨询的个案有的是你创业 但不晓得要到哪找资源或资金 另外也有已创业的青年 例如职人丁厂商或大店长课程的学员 可能会面临财务或行销方面问题 青年创务服务网皆能给予协助 此外也开设创业课程 陪伴青年实践创业梦想 另外也提供创业的课程以及工作方法 它可以藉由这个实作去练习创业过程中所有的阶段 所以我们在青年创业服务网 今年平通县政府第一次举办 就是过去都是一直在办课程 一直在做这个培训的 但是今年开始我们要对症下药 就是从它的问题点直接找夜市 去到现场帮它去做辅导 去解决问题 个案管理模式事半以来 协助创业青年贷款利率评估 大店长到店经验传授 各项法规咨询等 让青年创业路走得更稳 县府欢迎任何有创业问题的青年 上脸书查询皮农县青年学院 或电架087663155 预约专人咨询 皮农新闻张瑞卫德卫采访报道